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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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化佛法之后呢 还有一个半小时呢 给大家做悬疑问答 非常精彩的节目 好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我们在人间呢 有时候呢 总想啊 对父母亲好一点 但是有时候呢 为什么呢 老觉得父母亲呢 爱事 那么有时候呢 觉得我想对父母亲 效仰一点 但是这个父母亲啊 就是凶神扼杀一样的 他们为什么对孩子 这么不耐烦呢 没有耐心呢 孩子想跟父母亲沟通 但是父母亲呢 又跟孩子不能沟通 有的呢 父母亲想跟孩子沟通 那孩子呢 又不理他 实际上这些呢 都是我们前世的业力所为 因为当一个孩子 在十六岁之前 或者在十二岁之前 或者在八岁之前 实际上 这都是他的一个 和父母亲的结 很多人不知道 实际上 一对夫妻 也有几个危险期 孩子跟父母亲 也有很多的危险期 什么叫危险期 就是他们的业力所报之时 那么当业力报的时候 孩子看见爸爸妈妈 会非常的讨厌 那么爸爸妈妈呢 看见孩子也会非常的 觉得很无奈 人跟人呢 实际上就是这种业力 有时候想还他 还不了 有时候想还债 又觉得这个债 怎么没完没了 这个要追溯到 我们的前世 很多人前世 和自己的亲人 过分的纠集 过分的结缘 他只如果这辈子 投到你的孩子 那他就一辈子 跟你结冤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首先明白这些道理 我们才能懂得 怎么样来孝顺父母 怎么样来跟孩子 关系搞得好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能够在 有限的生命当中 多做一些功德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要多念经 我们的心 要不要跟着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不好的形象性走 也就是说 不要去 人家有什么 我也要什么 人家没有什么 我也想要什么 实际上 择心啊 就与佛啊 就是背道了 因为佛叫我们 不要贪嗔痴 叫我们不要去 追求人间的一切 人家有好的车了 你要比他更好 人家有房子的大了 你比他更大 这种人 他很难修成佛道 他更很难得到往生 实际上 劝人念经修心 就是让我们凡夫能够做佛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人很难 因为我们在人间 大家都在追求的名和利 所以当名利被你塞满脑子的时候 你的功德也就没了 那么你这一生 你往哪里去回想 你有没有资格回想 只有好好念经的人 才能避满所愿啊 所以我们要懂得 学佛之人 要对 孝养父母 要奉师师长 要辞心不杀 要修 食善业 我们要 遵守自己 做人的本分 我们要对 父亲要对孩子 要慈善 孩子要孝顺 胸游要恭敬 夫妇要和睦 所以 每一个人都在 做自己的学佛之路 那么 你就 必满所愿 听众朋友们 那么 我们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学佛 还没有成佛之前呢 都会有法僧的 这个法僧菩萨呢 实际上呢 也是仗着佛的威力 何况我们 是凡尘当中的凡夫呢 我们自己 如果按照自己的能力 来做很多事情 我们怎么 能够成功呢 今天台长教大家 念小房子 实际上也是 运用着 观思音菩萨的法门 想一想 我们有什么能量 能够把人家 超到天上去 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有什么能量 可以超度鬼魂呢 所以过去 自古以来 很多的人 过世了 只能求和尚 尼姑 帮忙 超度 因为我们 的确没有 这个能力啊 但是 现在 我们为什么 能够有能力 来超度了呢 而且 每一个人 都可以超度呢 因为这是 观思音菩萨的 愿力啊 因为观思音菩萨 是有求必应啊 因为有了小房子 可以让你用小房子 来借着观思音菩萨的 佛名来超度亡人啊 实际上 还是在用 观思音菩萨的 佛力和法力 来做我们人间的 事情 因为我们人 实际上 一生 做过很多措施 我们的人的一生 有时候 非常的卑劣 我们的心 非常的狭小 我们的嫉妒心 非常的多 而且我们的 语言 非常的高超 我们就是要骂人 有时候 还要让人家 听不懂 可想而知 人的业力 是多大 而这个业力 很多的 已经转换成 灭障了 所以人的 灭障一多 我们人 就会越来越 糊涂 所以大家要明白 佛菩萨的力量 是何等的大 而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何等的小 这 整个就是天壤之别 所以我们学佛修心之人 要化开自己 要懂得怎么来修心 怎么样来明白道理 要明白 我们做人 一定要借助佛菩萨的能力 来救度众生 这就是为什么台长 永远叫你们 在拜佛的时候 在超度的时候 一定要前面加上 请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的 观世音菩萨 帮助我 超度 某某某 而不是你 今天 张三能够超度 李四能够超度 我们何德何能 我们的念力很深 我们只有借助佛菩萨的 佛力法力 来让我们的亲人 得到超生 疗死 听众朋友们 我们学佛之人 首先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坏脾气和坏习惯 因为我们只有克己 习惯 与人方便 也就是说我们要克己复礼 实际上 孔老夫子讲的克己复礼 并不是说恢复 原有 是那些旧时代的那些礼 而是讲的深奥 因为孔父子是圣人 他讲的克己复礼 是克住你自己 这是对的 复礼并不是说恢复 周朝的礼仪 而是说要恢复 这个真正由你心中产生的 这个本性 恢复 因为你只有克己 克己是什么 他就犹如佛法上讲的 我们要守戒 守戒之后 你才能本性恢复出来 一许同工啊 所以我们学佛 人家虽然跟你有仇 但是你要想到 他对我有仇 是我前世或者今世 一定做得不对了 他为什么对人家没有仇呢 为什么单单对你有仇呢 那么我们如果跟他冤冤相报 我们的仇会加上仇 我们就是生仇 有生仇之后 就会产生 知恨 这个恨 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就会凿在你的心中 让你久久不能回避 让你为了这个恨 为了这个仇 度过你艰难 困苦的一生 所以要学佛 就是大家都懂的一个道理 叫趋吉 而必凶 什么叫趋吉必凶呢 趋吉必凶 就是走向越来越吉祥 而避开我们的胸 那么怎么样来避开你的胸呢 就是首先你不要寄人家的仇 对不对 你第一不要去寄人家的仇 第二 你要越来越趋向吉祥 要明白 我们离苦而得乐呀 如果你有仇有恨的话 你的心就很苦啊 因为你整天想着那些 肮脏不堪的事情 整天想着我要报仇 这些就是肮脏的 那些病毒在你的心里 所以你这些肮脏的 让你整天不开心的东西 在你心里 在你的八十天中之后 你怎么能离开这个苦难呢 你怎么又能够得到乐趣呢 平时我们经常跟人家说 因果呀 报应啊 生死轮回呀 实际上 我们又能够明白多少呢 我们做因的时候 你能想到 你今天做这个事情 你这个因种下去 一定会有果报的 你今天骂了人呢 你一定会有果报的 你今天生出来了 你这个果报就是死啊 因为有生就有死啊 所以轮回永远生生不息啊 为什么台长经常跟大家讲啊 化解忍辱 可以停止人的愤恨心 和熄灭这场战争 而一个人恨加上恨 报仇的人 他就生生不息了 因为恨缘相报 是没有办法了的 今天你报复了他了 明天他一定会报复你 这辈子报不完了 下辈子还会再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电影 当一个人被一个人要杀死的时候 他说了 我下辈子 我还要来找你算账的 这就是冤冤相报 只有慈悲的人 他才真正懂得善良的含义啊 听众朋友们 大家知道 我们呢 做人呢 讲话呢 磨灵两可 做心呢 也就是做任何事情呢 心里啊 心怀鬼胎啊 讲话从来不肯跟人家讲明 语言呢 磨灵两可 心呢 又不是很值得 总之想着占便宜 讨人喜欢 昧着良心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当一个人到临终的时候 人家要怜悯他 都很难了 因为当一个人坏事做得太多的时候 我们经常说 人到宗时 大家都会原谅他 而有些坏人 到了死了 很多人都不能原谅他 这就是人 这就是没有理念的人 这就是不知道因果报应的人 所以在人间 你昧着良心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就是到了临终 你都没有可怜可免的这现象出现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人会可怜你和怜悯你 当一个人真正不懂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才是真正的可怜 当我们学了佛之后 我们懂得了这些信愿行 我们才是真正的懂得人生 真正的懂得我们到人间的真实意义 听众朋友们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半小时的学佛的白化佛法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台长呢 最后呢 要跟大家讲啊 我们学佛修心 做人啊 要做个顶天立地的人 什么叫顶天立地 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是背朝天的 而只有人是头朝着天的 所以我们要做人 所以我们要做人要像个做人要像个人样 我们做人要做圣人 我们要克念做圣 就是克服自己的杂念 做一个很好的圣人 而我们现在很多的人 就是不懂这些道理 明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在人前说人话 在人后说鬼话 我们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我们弯腰去背 看见有钱的人 像狗一样的跟在后面 这些就不是人所应有的品质 所以我们要正正直直的做人 我们对所有的名利看了大一点 我们这样才能真正的成为一个人 学佛就是让你有德 学佛的人必须有福德 如果你没有福德 你学不好福 而福是靠你的德得来的 而德呢 又是由你的福所拥有的 有德的人一定有福气 而有福气的人 他一定会有德 好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了 几个小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收听台长的 今天的权益问答节目 很精彩 好听众朋友们 几个小广告之后呢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 好听众朋友们